而针对国防部长办公室大楼 前天被一名自称是国防部聘雇人员的 良性妇人直闯的事件 今天国防部举行记者会谈陈疏失 同时也调出了监视器的画面 认定这名妇人是一个经常闹场的人士 所以初步排除她闯入国防部 是为了刺探军企 就是画面中这位良性妇人 谎称自己是国防部聘雇人员 竟然闯过戒备声言的国防部本部大楼 还直闯部长办公室所在的三楼 国防部副部长夏立言直言 这是严重的违安疏失 8号上午国防部再度举行记者会 对外说明经过 坦承三大疏失 妇人6号下午4点55分 在国防部博外大楼附近 谎称聘雇人员搭乘交通车 驾驶却没有辨证 有没有识别证犯下第一个错 而交通车进入营区 当班卫少也没有上车安检 这是第二个疏失 妇人直闯部长办公室大楼被发现后 却没有第一时间启动安全危机处置 并向警方备案 就让妇人离去犯下第三项疏失 国防部事后赶紧调出监视器画面 和警方核对资料 辨识出这位妇人的确信良 而且是个长夜闹场人士 初步排除她闯入国防部 刺探军情的可能 但经过这次教训 军方进一步宣布加强门禁措施 有地位痛斥 国防部罗斯松了 如果闯入者为有心人士 国家机密已经外泄 而国防部除了再度表示要虚心检讨 也强调根据国安法规定 国外特区属于政府公告的管制区 如果民众无故闯入 就已经违法 是情节轻重可以处六个月以下的 有期徒刑 记者金权物家报马台新 台北报道 特区属于政府公告 终于温入国事 Ils